他们又来了 接二连三窜台到底意欲何为 克洛西走后 美国众餐议员议员率团来到台湾地区 如今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也来窜台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三拨人接连不断 除此之外 立陶宛日本英国 有些已经来过 有些正准备要来 贫彩红线直接挑衅顶峰钻 虽然不具备什么实际意义 但也代表了他们根本不准备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收敛 依然想以台制化 甚至把台湾地区当成政治正确的网红打卡地 借着台湾地区当跳板 在国内狂刷简历 满足自己的政治私欲 而美方接二连三变本加厉 只为实现刺激的目的 刺激中国先动手 可凭借中国政府的战略定力 政治智慧应对能力 美方算盘打得再好 也只能是枉费心及一场空隙 别看我们表面上正常反制回应 实则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 挤不上美国的当 也不是反抗 也许这一切都让美国非常急躁 才会屡次出招 不排除后续 仍会借机胡闹 你们有啥技法 我们都不怕 归根结底一句话 剑拔弩张又何妨 华夏何层拒拆狼 不怒自威 志性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